欢迎大家学习由一家一学员出品的Chrome软件您接受视频教程 我是一家一学员的江亚老师 那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实例是一个这样太极双语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它这一部分都啊 就是说头部这个地方会比较大 尾部这个地方会比较小 然后呢它是有规律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从这个效果来看的话 大家也可以猜也可以猜得出来 它应该来说是通过像一个关系师来对它进行一个控制的 当然了如果说你说不需要关系师来进行控制 不是说不行 我们同样的可以在中间添加曲线去控制它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是怎么样来怎么样来处理的 OK这里首先的话第一点我们做的是一个啊 一个就是说彩获的一条曲线 那彩获的这条曲线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这里我只是啊 我们在每天五分钟里面 我们更多的是给大家传输的是一个啊方法 或者说一些技巧一些操作 而并不是说我带你去怎么样去操作一遍 因为有些比较简单的 我可以给大家去操作一遍 然后嗯像这些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啊 看完我们这个啊教程之后 大家可以自己去操作一下 自己去操作一下 具体如果说不是特别了解的 或者说操作起来有问题的地方 大家可以加我们课程公安QQ或者说加我的啊 QQ微信都可以 到时候可以单独过来咨询我都是可以的 好的 这样一条曲线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是操作的是三条吧 可以说是三条这样的曲线 操作出了之后这里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啊做的是一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是随嗯OK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一个随机的随意的一个点 随意创建的这样一个点 而创建这样一个点的话 创建这样一个点的目的是我们要扫描 而扫描的时候我们要创建的是一个是吧 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是一个起始点 这个就是一个起始点 而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啊 一个变化的当然它是一个扁的 如果说它是一个圆的效果的话 那就不一样是吧 它是一个椭圆的效果 OK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样一个椭圆的效果其实呢 我们是通过关系式的方式来对它进行控制的这个地方 而这个尺寸就是一个KD11 这个尺寸是一个已知尺寸 而这个尺寸是它的一个 因为这个尺寸是受到这个KD11 它是受到我们这个两条曲线的控制的一个尺寸 而这个高度呢 它是怎么样受到这个尺寸的控制 而这里应该来说是我们的这个KD11的这个尺寸呢 除以一个1.5 那也就是说是除以一个1.5的这个尺寸 因为如果说我们除以一个2或者说除以一个3 那它这个尺寸就会变得更扁了 我们除个3来尝试一下 刚刚我们除的是个1.5对不对 那如果说除以一个3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出来它就会更加扁了 也就是说这个尺寸除以一个3 那肯定它会变得更加小 变得更加小了 它这个尺寸肯定就扁下去了 所以说大家首先你要更多的是你要去理解我们这个关系 其实里面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不理解它的这个含义的话 你做出来 你哪怕模仿的做出来 其实对于你的帮助不是很大 OK 这个地方是一个复制选择性粘贴 这里啊 我们穿进了一根轴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是眼耳 眼耳着这个轴来进行一个选转之后得到的一个效果 这是选复制之后里面有个选择性粘贴啊 比如说我们选的复制复制里面有个选择性粘贴 选择性粘贴可以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个选转的 OK 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其实这样一个效果呢就已经完了 然后这个地方只是做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对它进行一个 就是说对它进行一个裁切 就是说我们去掉一部分啊 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个裁切得到一个啊 就是一个更加外观更加符合我们效果的这样一个啊 一个情况吧 嗯 那也就是添添添添点颜色 那后面两部的话是没有太多用途的 主要就是前面这一部分 一家学院是一家专业从事 PRECLU工业产品结构实际培训的在线教育机构 拥有完善的教学与监督管理体系 帮助大家快速学习提升实战工作技能 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家一学院参与免费直播课程学习 课程相关素材和更多学习视频获取 请加课程公文微信QQ3539989929 QQ3539989929